孔威吉国安、澳洲5G设备禁用华为中芯产品,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澳大利亚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芯通讯,向该国移动电话运营商提供5G技术。 华为在澳四季市场的份额约为55%,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澳大利亚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芯通讯ZTE向该国移动电话运营商提供5G技术。 对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来说,该决定是一个重大打击华为一直在大力游说,希望保留其作为澳大利亚市场设备。 提供商的角色华为此前曾警告称,定令将是不公平的会严重影响。 其在澳大利亚的业务目前,华为在该国四季当前一代移动技术,市场的份额约为55%。 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简短声明称,我们被澳政府告知华为和中芯已被禁止,向澳大利亚提供5G技术。 Huanwei have been informed by the government that Huawei Amp ZTA have been banned from providing 5G technology to Australia. This is the extremely disappointing result for consume. R.S. Huawei is a world leader in 5G, has safely and securely delivered wireless technology, in Nost, for close to 15th Huawei Australia at Havels. 2018年8月22日,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禁止华为向其移动电话运营商提供5G设备的国家。 尽管美国安全机构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建议运营商不要使用华为的设备。 2012年,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华为被禁止向澳大利亚价值490亿澳元的国家宽带网络。 National Broadband Network供应设备引发了两国间的外交争端,阻止华为进入该国。 5G网络的禁令,预计将再度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围绕着一场关于中国政府涉嫌干预澳大利亚内政的辩论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堪培拉方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5G技术给移动运营商,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 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通过处于网络边缘的设备,绕过传统安全控制的方法。 它指出,有一长串的网络事件显示网络行为,体针对的是澳大利亚人,这可能会危及客户数据的保密性。 该声明趁可能受,道与澳大利亚法律相冲突,德外国政府法外指示的供应商的参与,也许会导致运营商无法充分保护5G网络,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或干扰。 现今多数先进国家,为了防止中共渗透其科技,对于中国的投资审查预期严厉,早先日经新闻曾经分析,澳洲对于华为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的陷阱。 如今澳洲中断华为的5G合作开发,不排除其他国家也有跟进的可能,中国一去年通过国家情报法其中一条指出,任何组织与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此法成为澳洲政府怀疑华为安全防护的导火线。